嗨,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叶 新加坡政府为了应对信息肺炎 在2月1号颁布政策 在过去14天有去过中国大陆的 到新加坡之后 都必须要经过自我或政府的隔离 小叶现在是被政府安排隔离 今天小叶给大家看一下 新加坡政府安排的隔离的条件 小叶被安排的是在靠近装营机场的一个度假村 就类似于外面这种牌房 整个整套牌房里面 我这边住了有三个房间 都是独立的 这个是注意事项 就是每天它会定时间送饭 早餐是8点半到9点半 中餐少点半到1点半 晚餐是6点到7点 会两天更换毛巾 还有如果你有些突发情况 有点大话 这个就是房间的环境 它是挺大的 空调、空干队 酵水都是新的 我就昨天查一查看看 这是新的 然后每天每天的菜 每天都会有一些 然后这个是水 还有一些吃的 还有咖啡、茶这些这些 这个里面是放的垃圾袋、口罩 还有就是温度计 每天都要测体温 它会给你一张表 记录你的体温 里面是卫生间 就是一些洗衣料理 都会准备好 热器都有 然后整体的条件就是这样子的 每天都会有人过来送饭 但是放在走往外面的门外面 然后隔离期间 公司是正常发放的 就是到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咒铭 然后你把这个咒铭给公司的HR 公司是到场发放 我觉得整体的条件还是可以的 有一些小细节做的还是很好的 就比如说它的洗漱用具里面 既然还有提取刀 这些东西 这些小细节做的还是很好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好皇伴 大家一起战胜一起